市政宣导向来给人沉闷无聊的印象 希望吸引市民注意 神钢区公所这次邀请幽人神谷演出 来宣导市政业务 吸引不少民众席加带卷钱来观赏 场面十分热闹 神情专注敲动大鼓声声震撼人心 来自台北的幽人神谷带来勇者之见的演出 但演出的地点不是在演奏厅 而是台中神钢区的神钢国中礼堂 配合市政业务宣导 绝此邀论神谷 特地的下厢演出 相亲反映热烈 觉得这样子就是居民都可以 就是都可以观赏到这个东西 听说都要门票了 所以这次没有门票快点过来 希望的声音宣导可能就很吃板 但是用文化的加进来的这种元素 那也可以呈现比较多元 那我们也希望市政的所有的推动 市民都能够知道 台中市民战局表示 一般的市政宣导大多给人沉慢无聊的印象 因此首度结合艺术下厢演出 来宣导市政业务 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 演出完全比较收费场 内容不缩水 大卡司高水准 民众出席踊跃 也欣赏到了一场难得的艺术饗宴 想说我们沉刚区 很少有比较国际知名的 高水准的这个团体来这边演出 那所以我们这次特别邀请 国际有名的这个 游人神谷来我们区内 来做这样的一个演出 我觉得乡亲们的热情是非常让人感动的 可以看到小孩子也好 而是乡亲的一些惊呼等等 都给了游人神谷一个非常大的鼓舞跟力量 演出加上宣导 一个半小时有近百人观赏场面作物虚席 而由于沉刚地区 收到大型的一魂演出活动 因此有不少民众都表示 究竟就能够免费观赏到高水准的演出 都相当值得 就这里这样台中采访不到